學區說人靠衣裝 身為藝人當然有很多漂亮的衣服 我想大家都很好奇 究竟藝人每一季會花多少錢去買衣服? 一季都是六位數字 我不會誇張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有贊助 所以每一季都可以節省不少 做藝人的其中一個好處 除了吃東西不用等位之外 就是買沙律賺助 做藝人出了名 有名自然有利 當然會有很多不同的好處 不過同時都有很多付出和犧牲 像小齊一樣 他即將會舉行一個循迴演唱會 搞一場演唱會 都要花很多精神時間去籌備 小齊都大喊很大壓力 而且這次原來是他在台灣 第一次開的個人演唱會 他有點緊張 因為未有正式賣台灣每個演唱會 以前來都是好像有奔獎 或者電視台掛 都不是正式 你自己一個人是嗎? 我自己正式賣票 你之後做幾年? 做幾年 你第一次有嗎? 所以我有點緊張 畢竟是他在台灣的第一次 當然要給點心機落足本錢 在製作費方面 他說完全是不計成本的 如果我做得好 我後面的tour 如果是中國tour 如果現在暫定20場 如果再加20場 就可以將所有成員分享 我們壓力就不可以提 因為今次就不理會了多少 因為我的問題是五月天你們知道的 他們洗錢都是拿名服 好美目洗錢 好美目洗錢 但是如果做得好 我一定可以賺到口碑 這個就是花多少錢 我買不到 所以我們準備去 不管做好最緊張